持續帶您關心前海經會董事長 鄭文燦涉席的這個貪污案件 而整個案件最關鍵的被告 就是台塑的前高層楊兆林 90歲的他今天是坐輪椅來 桃園地院召開第三次的積壓瓶 而稍早桃園地院的裁定結果也出爐了 是維持1000萬的交保這一項裁定 而來幫他辦手續的 則是楊兆林的妻子以及兒子 對於楊兆林涉及的這個貪污案件 他們是沒有多做回應的 由於楊兆林他已經高齡90歲 今天稍早是有看護推著輪椅 讓他離開這個地方法院的 而看護也代替他發聲說 身體非常的累非常的虛弱 所以不便多做任何回應 而另外一點值得關注的是楊兆林 他這一次聘請的兩位律師 其中一位是大有來頭的 竟然是新竹市的前副市長蔡立青 檢察官出身的他被高宏安 掩覽成的副市長 不過去年是無預警的離職 還在當時掀起了政壇一片的熱議 不過這一次他是接下了 這個楊兆林的這個貪污案件 那楊兆林他其實跟整個的審判過程 跟鄭文燦一樣都是一波三折的 當時他被檢方查出疑似就是他拿500萬元 給白手套再由白手套交給鄭文燦 當時是搜索約談他 但不過後來是以這個350萬元交保的 檢方提出抗告之後 第二次的積壓庭改為1000萬元交保 檢方再一次二度提抗告 那今天的裁定結果是維持原判決的 檢方這邊目前還在討論 要不要三度的提起抗告 至於因為這個楊兆林的身份 是台所的前高層 那台所他們稍早也發出聲明了 表示說鄭文燦涉及的這個土地開發的貪污案件 跟台所的企業沒有任何的關係 那我們將持續為您掌握 鄭文燦涉炭案件的最新司法進度